你那整個都燒起來了 你那有水啊 熊熊烈火不斷燃燒 火勢相當猛烈 不時傳出爆裂聲響 消防員趕緊前往不涉水線 灑水灌灸 現場狀況相當危急 因為有不少人受困在內 事發在6號凌晨3點多 台中大理區移動三層樓 偷天措發生火警 疑似是一樓的電暖用品 起火燃燒 消防隊一共出動27車 81人前往救援 根據了解 這一家八口 當時有6人在屋內 其中屋主陳姓老先生 由於行動不便 住在一樓自行趴出逃生 其他5人屋主的太太 女兒 小兒子和兩名孫子 救出時都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緊急送醫抢救 至於大兒子和女婿 由於剛好都在外地工作 逃過一劫 而深夜突如其來的大火 也嚇壞附近鄰居 我也沒有看時間 我以為有人在施工 可是我又聞到瓦斯味 然後後來我就 開門發現失火了 然後就先報警 然後再把我家人全部叫起來 現場有一個民眾 是自行逃出 這在一樓的部分 其他二樓跟三樓 分別有兩名及三名的民眾 救出時的 比較遺憾都是呈現歐卡的情況 火勢大約在4點22分撲滅 詳細起火原因 還有待調查離境 接著洪杰明台中報導